欢迎来到老司机探案 老司机侦探从时空隧道里出来的时候 他发现自己站在一座博物馆的门口 旁边是一个看起来十分年迈的 穿着淡蓝色西装的肥胖男子 这名男子见老司机侦探来了 十分惊喜 邀请老司机侦探一同前往博物馆里面 男子表示 自己已经很久没有等到其他人来到这里了 他已经准备好了韭菜 就等着来客一同享受 他自我介绍他 我是这个博物馆的馆长 负责收集这个博物馆里需要的图片 老司机侦探虽然感到有些奇怪 但是还是进入了博物馆 一走进博物馆 老司机侦探就看见一个男子 浑身湿漉漉的抱着一个 只有五六岁大小的男孩走了进来 这名男子满脸的水 博物馆馆长看向男子颇为赞赏 你救了他 而那名男子只是朝馆长点了点头 接着离开了两个人的面前 老司机侦探有些惊奇 朝馆长问道 这是怎么回事 难道有孩子在这里溺水了吗 而馆长只是摇了摇头 不 这只是他们看见的特殊展品啊 老司机侦探原本还想追问 只是两个人已经来到了会客室 而在会客室的桌子上摆好了美酒佳肴 只等两个人落座 老司机侦探坐到了馆长的面前 然后看着馆长笑呵呵地替他准备碗筷 刚刚那个男孩子得到的展品是救赎 馆长解释道 这个男性在他五岁的时候被自己的姐姐推进了浴缸里 差点死在里面 所以在他的内心对这件事一直记忆深刻 以至于在这里他做出了自己一直想要做出的选择 他想要在五岁的时候被人拯救 老司机侦探和馆长还在交谈的时候 另一个男子和一位年迈的老奶奶也从博物馆里面走了出来 老司机侦探在博物馆里究竟会看见什么东西呢 博物馆究竟代表着什么呢 敬请期待下一期老司机谈案 老司机侦探在时空乱流中曾经来到这么一个地方 这里的人手都特别长 这一天老司机侦探看见了一个巨人脸上有两个孩子 所以在场的人里究竟谁的手最长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 我们下期再见 上期答案 毒藏在了珍珠里 所以光是奶茶的话是没有毒的